OK 觀眾們我們終於 拉上了飛機經過了四個小時的等待 我覺得我真的快累死了 然後剛剛空姐走過來 她就說欸你可以先關掉嗎 我想說欸是不能拍嗎還是怎麼樣 我就有點小擔心 結果她還跟我說 我是YouTuber 然後呢我們要follow你 現在正在加油 然後等一下她燈呢會變得更漂亮 你的觀眾會更喜歡 怎麼那麼貼心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那基本上我在國外航空呢 我們的一折機票呢 是只有到商務艙 是不能坐頭等艙的 今天是我的頭等艙第一次出體驗 本來剛剛超級想 所以結果上回來 欸一整個非常的驚豔 重點是因為是 這一個機型跟它內建的關係 所以呢它這個機型是沒有bar的 然後椅子 就會比較舊舊的一點 but 我覺得一上飛機 你就會感受到他們非常關心 因為他們就會過來跟你介紹 他們是誰 然後廚房裡面有誰 叫什麼名字 讓我感到很像回家的感覺 終於要回台灣了 這是這個化妝台 然後這是化妝包 這是零食櫃 然後這邊是我的 你們要爸 這是我的座位 應該是我的棉被 然後還有充電器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就是你不用把你的行李放到任何地方 你再放在下面就可以了 通常我應該要對飛機就是撩弱執掌 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少走上來 頭等艙 因為以我們的年資是 還不能打頭等艙 我記得有少數的上來幾次 除了拿東西之外呢 就是被老總就是叫到頭等艙 跟頭等艙的客人互動 因為剛好頭等艙客人可能有台灣人 就是唯一的台灣人 他就把我叫上來跟他們說嗨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專業的服務 期待囉 謝謝你 我們現在有小的霧 中間小的霧 所以我可以放在這裡 是的 你現在可以看到 座位不移動 因為它是安全的 如果我們要快點睡覺 但我後退後會把你關掉 然後我們可以做你的座位 是的 謝謝你 謝謝 我看到 他還跟我解釋 剛剛就是所有這邊要怎麼使用 就是非常非常的貼心 我覺得這一整趟都值得了 好 現在呢 他幫我拿了睡衣來 問我說我要什麼尺寸 我就問他說我是什麼尺寸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應該穿SMO就可以了吧 我覺得這回帶也非常棒 OK 那我們趕快去換衣服吧 11年在 Dubai 你喜歡的M-Reno 我喜歡因為是很好的錢 也可以去很多國家 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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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非常喜歡 我可以玩Pokemon GO Pokemon GO?你不能相信 所以我就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我還有一些台灣人的朋友 也有酷 怎麼可能是在皮膚上碰到我的肉小 我現在整個人都醒了 因為他們就會一直過來跟你講話 就像我們公司之前所教的 有一點small talk的感覺 就讓你覺得很親切 然後有什麼東西都可以問他們 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不管坐在商務艙 還是頭等艙或是哪裡 我覺得crew很重要 既然碰到了落箱 還服務我 這根本就命中注定 太好啦 他給我這個是阿拉伯的咖啡 然後要跟這個dates dates應該就是那個什麼 哎呀這個紅棗紅棗啦 紅棗啦 味道還不錯 要偏淡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要先吃紅棗 因為他就是後勁蠻強的又破甜 然後再喝這個 有一種 有一種 舒醒的感覺 我覺得紅棗有點太甜 他配咖啡兩個三在一起 是蠻好喝的 剛剛那個小哥就來跟我講說呢 這個阿拉伯咖啡呢 是阿拉伯人 Welcome 人家來到你家的時候會給的東西 然後加上這個dates 我剛剛就想說一隻咖啡頗少 他就說這個咖啡呢就是不能給多 要給一點點就好 然後因為你會給多的話 就代表你想要趕他走 如果要的話他就再加 一直加到就是 你跟他說不要為止 這樣才是有禮貌 大家都學會了嗎 剛剛小哥又跟我聊了非常的多 他說呢 其實你們看到 一人一個套房的頭等艙啊 基本上他們沒有很多台飛機有 就算是A380也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對他來說呢 那個有套房才是真正的頭等艙 然後像這種的話 他都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他說這只要飛機裡面的內裝 是真的是比較老舊的 那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 A380其實都停了 那現在他們想要慢慢的再發回來 我就說 欸你們出餐的時候 並不是就是用那個Trolley推車 他說以前是在他們把它改掉 但現在他們又想要把它改回來 重點他還跟我說 今天我是唯一一個頭等艙的客人 整個頭等艙呢 都是我的可以大吵大鬧 我就很擔心他們會一直跟我講話 因為我剛剛就是不小心跟他對到一下眼 然後他就立馬要跟我聊天這樣 那我們現在準備就是要起飛 OK現在他們就是把燈都關掉 然後明明起飛了 然後剛剛那個小哥就跟我說 因為今天只有我一個客人啊 所以呢等一下呢 他就會在對面幫我鋪床 然後這邊呢就是我的玩樂間 所以等於說我一個人就會用兩個頭等艙 所以說欸啊這人如果是這樣的話 頭等艙沒客人的話 那他們會幹嘛呢 他是不是就不用工作 然後基本上他們還是要服務機長們 那剩下的人呢可能飛機起飛之後 他們就會直接到商務場去幫忙 或者是經濟場幫忙這樣 所以也不會說是沒有實作的狀態 然後他們剛剛是跟我說 美女上面的任何東西隨時隨地都可以等 他們準備食物差不多要用30分鐘的時間 所以30分鐘前讓他們知道都是OK的 所有的東西都來一條路都沒有問題 當然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就是他們的魚子醬 我對魚子醬這個東西有點怕怕的原因 是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幼兒的時候吃太多魚子醬 然後導致我就是常一個嚴助醫院 然後呢像他剛剛做的這些動作啊 就怎麼擺這些東西 其實在training school的時候 有一套的流程這樣子 這條也可以為青菜 然後呢 這是湯匙 白骨背型的湯匙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吃 不是生魚片 這個就是吃魚子醬的時候要食用 然後因為我吃不太下 所以我就跟他點了 cavia 還有粥 我覺得國泰的粥其實是蠻好吃的 我想吃吃看他們粥怎麼樣 然後這個是火腿跟 咪咪瓜 這火腿跟他木瓜 我覺得吃起來就是 火腿太厚的感覺 就會偏鹹 我剛剛看了一下美女啊 我想吃的東西應該還有他們的小漢堡 因為我們老東家有小漢堡 我覺得我們小漢堡超好吃 然後還有看到一個龍蝦 在飛機上吃龍蝦耶 所以晚一點 就是可能睡起來的時候 我會點這個小漢堡跟龍蝦 有很多 那些 謝謝 你沒有開始了 因為是很多 是很多 但是我會想吃 我會吃一蠻甜蜦 這樣就吃太多了 但是我會吃太多了 我會吃太多了 比較多 是 我會吃太多了 我會吃太多了 有多了 我會吃太多了 這就是 我會吃太多了 我會吃太多了 太多了 它的魚子這樣超級好吃 我真的可以感覺到有海洋在我的嘴巴裡面翻滾 好啦那這邊是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個票價是怎麼樣的 如果你們想要訂Everest的機票的話 如果是坐經濟艙的話 可以train你們六個月前 就先買一塊錢 因為當初我的朋友們六個月前買的時候 從台北去巴塞隆納只要3萬塊 出發前兩個月已經漲到6萬塊了 基本上商務艙跟頭等艙並沒有什麼變化 如果覺得說有一點貴 但是又想坐坐看頭等艙的話 那我可以建議你買的時候 你可以先買經濟艙或是商務艙 到現場的時候再詢問櫃檯有人說 你們今天的商務艙或是頭等艙有沒有滿呢 如果沒有買的話我想要upgrade的話 我要付多少錢 像我這一單趟是頭等艙 只要到2萬塊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蠻划算的 就是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方式 才剛到就是第一餐 我就覺得他們頭等艙是非常值得做的 非常值得 因為我很喜歡文化感 譬如說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國籍的組員 他們會跟你講在這個阿拉伯的文化是什麼 他們有些東西代表什麼 然後也可以更明白當地人或是其他crew 他們的背景跟文化我覺得非常有趣 要做的話我覺得可以直接是頭等艙 商務艙 不知道 做了 我的桌來了 就是雞肉桌 然後後面再是燒賣 然後後面再是燒賣 哇 它雞肉桌上面那個是干貝欸 其實那種粥裡面的味道有一點點的淡 乾貝的味道也有一點點淡 是ok的可是就是兩個味道都偏淡了一點點 吃一下它還放起來 就很像你吃在 白粥 跟有一點點用雞湯煮的雞肉粥的中間 可是重點是 你吃第一口覺得淡 第二口覺得淡 第三口開始你就會覺得說 欸它剛剛你吃進去的那個味道 好像有開始回甘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點點像法國菜的感覺 但它上面的乾杯我覺得量非常非常多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燒賣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燒賣 燒賣就是非常的難吃 有一說一 蝦餃跟燒賣是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老東家以前的粥啊 有的會是有停載粥 但這個粥的風格是不太一樣的 魚子醬跟肘 撇除燒賣的話 我覺得可以給到 8.5至9分 有沒有發現我眼睛就快閉起來了 阿燈 我都好了 裡面真的很酷欸 沒有辦法就是為了工作 所以你是全製作 我現在是全製 每一個人過來都會跟你小聊一下 小聊一下 就你會感覺到他們想要更貼近你 外商公司很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我們在受訓的時候 是受訓過的 我覺得跟本地的公司 最大的差別 其中一個就在這裡 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就是開心果加一點caramel salted caramel 好那我們這個就好 一個就好 非常熱情 我常常來吃一下小孩 我平常都不吃巧克力 咬進去的時候 吃到開心果 然後馬上 巧克力下面就是焦糖 然後可以吃到海鹽 還不錯 但對我來說巧克力就是巧克力 我現在等不止想要去睡覺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房間 有沒有看到 兩個位置 非常值得 我的房間 立馬的話不說要去睡覺了 大家晚安 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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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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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小漢堡來了 不是現在的 請吃 趕快喝看看 不是現在的欸 看這個盤子啊 都是溫的 就是熱的 傳說中的小漢堡 來吃一看 我怕我吃不完 所以我只跟他要了一個 裡面有焦糖洋蔥 好吃 是好吃的 剛剛是國泰是同一個 國泰商務艙的廠戶就有他 好 好 好 龍蝦 因為那個麵包呢 我自己是 沒辦法吃 所以我不會跟他拿 看我們現在要來吃 看他的龍蝦到底是怎麼樣 很大隻欸 你看 這只是他的四分之一而已 龍蝦超好吃 他的肉非常紮實 然後 他的鮮味 你跟我講說 他現在是餐廳端出來的 我也相信 可是他的麵條我覺得還好 我自己喜歡是比較硬一點點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 比較偏像符合台灣人口味的義大利麵 但是他整個麵呢 因為可能這隻龍蝦太鮮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整個麵都是那龍蝦的味道 那個醬的味道也都是非常龍蝦很甜 就是 就你剛剛去好斯多買回來的一樣 然後呢 我想說阿那個阿聯酋應該會有自己的泡麵 像國泰就是有自己的泡麵嘛 結果他拿來就是 是一般的泡麵 他說他們沒有自己的泡麵 就不拍了這樣 我本來想說我還吃不下這麼多 就沒有什麼食慾 結果這整門那個龍蝦味道 讓我就是食慾大開 吃完了 我們現在都吃完了 他們當然跟我說 整個Menu要吃一次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再點 那下次有機會做的話 我們再點不同的菜式來吃吃看 那最後呢 我們要做總結了 欸剛剛睡覺好舒服 我覺得寬度剛好 然後重點是 最舒服的是什麼 他的枕頭超級舒服 過睡過 所有航空裡面最舒服的枕頭了 我覺得這一趟頭等艙之旅 有到那個價值 我對我來說 的奢華我覺得是 我覺得crew的多元性 就是我覺得是很富有的 crew跟乘客之間的聆聽 然後想要了解你 關心你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對我來說也是 很豐富的 Service上面我並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整個頭等艙是八個位置 那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基本上他們怎樣全部照顧我 就心力都在我身上就好了 那品質八個人的話 三個人打八個人也是OK的 那在商務艙其實就是比較 難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商務艙有時候也是跟菜奇阿一樣 人還是蠻多的 再來就是這個門呢 關起來的時候 頂絲感覺會特別特別的重 你非常非常有自己攻堅跟安全感 總而言之 我覺得商務艙不值得做 因為他們兩個價差其實差非常近 頭等艙的話是30萬 光我老東家 但一層譬如說香港到LA 都不只30萬 來回可能80到100萬 所以以價錢CP值來講 我覺得絕對絕對會合的 給到8點5到9分 那商務艙的就是不合格 3分到5分吧 那今天我們這個 Emirates頭等艙商務艙之旅 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如果你們有什麼 其他航空公司的頭等艙商務艙 或者你個人也有體驗過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大家掰掰 同學們 可以follow一下我的IG嗎 最近想要衝一下IG 那就拜託大家囉